政治 经济多重压力之下 中国正在彰线中化 3月10号 河南省许昌市出现了司机 刻意撞人的事故 网传消息指出 许昌市五一路和光明路的交叉口处 有人开车撞人 朋友圈的一段对话中 有人证实说 确实是出事了 自己的先生就出警了 撞了十几个人 其中有一个好像已经不行了 国际司机是喝醉了 要不然岂不是报复社会吗 网友一轮说 中国新闻好像隔一段时间 都有一个主题 最近的主题是限中 前一段时间是着火和爆炸